大家好,我是柴 大家好,我是柴 大家還記得2018年5月全台灣最夯的499之亂嗎? 那時候真的是全民排隊運動 但這30個月咻一下就過去了 現在預估有上百萬戶的4G赤道保門號 即將會在今年11月份合約期滿 所以最近499搶人大戰的話題又熱了起來 我們最近也都收到續約的通知 但今年到底要續約還是要NP 三大電視的費率又差在哪裡? 這一集我們就來研究一下這個話題 之前我們在這支被動支出影片裡面有分享過 當時大家排隊幾乎都是為了要辦499吃到飽 不過我們在那時候選擇 反而是比較沒有人注意的12GB 299 因為12GB每個月根本用不完 夠用就好,實在是不需要吃到飽 手機就犯出我所有的帳單 整理這30個月以來 實際每個月的手機上網用量 均標大概落在4-6GB 高標大概是9-10GB 也就是每個月12GB我真的都用不完 所以人家是499吃到飽 我這等於是299就吃到飽了 省這200塊還可以拿來訂YTP 把看廣告注意力買回來還可以找21塊 我自己以前也是習慣直接無腦吃到飽 剛開始改成限量方案的時候 還真的會有點沒有安全感 那後來我發現這跟理財其實還蠻像的 如果知道每個月流量有限的話 反而會更有意思的去注意 要把流量優先分配給重要的事情 像我後來就發現要看影片或者是影集 Netflix和YTP其實都有預先下載的功能喔 所以現在出門運動前 我都習慣先透過家裡面的網路來下載 這樣在健身房跑步的時候用離線播放 就可以減少很多上網的額度 而且像Netflix還有播放完後 自動釋放手機空間的功能 也不用擔心手機流量會被佔用 30個月實際用下來 我也只有兩次發生提早幾天用完的情形 但老實說啦 真的萬一提前把流量用完的話 頂多就是降速而已 出門稍微冷暖一下 日子還是可以過得下去 而且未來這幾年在家工作的機會 應該會越來越多 所以家裡有網路吃到飽反而是更重要的 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的家店都開始聯網 如果想要用個大電視看個4K的美劇球賽或是電影 你沒有吃到飽哪看得起 還有像什麼Babycan 防盜保全 長輩照護設備 或是像我們派可老闆飲水機該換水 都會透過手機通知我們員工 這也都需要無線上網的環境 而且再怎麼說 家裡的吃到飽是很多個人好幾個設備在共用 比起個人的手機吃到飽 這個CP值就絕對更高 另外我們自己這幾年也都改成門號歸門號 手機歸手機 因為現在直接透過網購買空機 所有網站自己每個月都會有全館的活動 刷卡還可以拿銀行現金回饋或是點數 結帳時如果再掛一項LINE 或者是Shopay小幫手 還可以再賺個幾%現金或者是LINE點 三層回饋再回饋這樣算下來 自己買空機加單辦門號 有時候不見得會輸給手機綁約 對啊 所以我們就整理了三大電信網路門 是目前的4G單辦門號方案給大家參考 續約看左邊星棒或西馬看右邊 上面是吃到飽下面是購用就好 我們先從吃到飽續約來看 中華電信469比前年便宜 台灣大各大一樣 遠傳變成699 但把多出來200塊變成通話費折抵 而底下的購用就好 中華電信我們查不到 遠傳則是9GB399 前三個月有吃到飽往內免費 台灣大這次一樣有29912GB的方案 我應該會續這個再半30個月 但是如果你覺得續約的條件太差 想要吸馬或是新辦的話 中華電強項是月租費便宜30塊 還多了10分鐘飽化可以打 台灣大是有網內免費 而遠傳則是直接回饋在禮券 參加比起來感覺都沒有差很多 不過在限量的部分差異就很明顯了 台灣大和遠傳都是直接給到20GB 其中台灣大的飽化有給到30分鐘 這點其實還蠻吸引我的 因為我後來發現 飽化其實也還蠻重要的 有時候要打一些銀行券商或是投信的客服 0800都不支援手機 要改播飽化 要是轉接客服聽音樂 要聽超久的時間 又沒有飽化額度 還真的是會等不下去 對我上次就是三斤半夜收到一個刷卡通知 只有顯示國外刷卡 沒有商店名稱 但我當天都沒有在國外網站買東西 只要打飽化去問銀行 結果轉接客服等超久的 然後語音還一直說 由於可服人員現在都在盲線中 請不要掛斷 以免喪失您優先等候的權利 我就越聽越活 但是這個成本一直沉默 等越久你就越掛不了 不甘心這個四話白打 而且萬一這個是到算 你又不能不理它 最後只能硬著頭皮繼續等下去 後來才知道原來是版權突庫的月費 當然這個遠傳和台客大的方案是截至9月底 10月之後如果有調整 我們會再更新 歡迎大家持續追蹤我們的FB報導 總結來說 不管你今年是打算換約 續約還是吸碼 都可以藉這個機會 好好考慮門號合約的問題 真的需要最新的5G嗎 沒有吃到飽會怎麼樣嗎 看完影片之後 之前有辦499吃到飽的人 非常建議先去查一下 自己實際的使用流量 也歡迎留言和大家分享你的用量 FQ&A 我們下次見 掰掰 F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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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Q&A